关注 瓦亚铁路全长48.65公里 属于塔吉克斯坦建设中的杜尚别至库尔干丘别铁路的一段 由中铁19居集团公司承建 总投资7200万美元 这段铁路包括三座隧道和五座桥梁 这是中国铁路施工企业首次进入中亚铁路市场 也是中国在塔吉克斯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 瓦亚铁路隧道工程于2015年4月30号正式开工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开工典礼上说 建设瓦亚铁路是实现塔吉克斯坦走出交通困境的发展战略 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 在距离杜尚别约40公里的鲁达地区 捷马一带一路设置组来到了中铁19居的施工营地 采访了中铁19居集团国际公司 塔吉克斯坦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程绍山 瓦亚铁路在塔吉克斯坦这个铁路总理程里面 它是很短的一段 但是一一看那么重大 您形象给我们具体描述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它本国的铁路它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它是互不相连的分成三段 南中北三段 断开的 对对对对 它现在的铁路运营网必须要借到 向西要借到图库曼斯坦 必须要绕到其他国家 向西是乌兹别克 对对对对 一个是时间长 第二要进行这个报关 我们瓦亚铁路也就是这个都上别到库尔干丘别 把这个整个塔吉克斯坦的铁路由中部跟南部紧密的相连起来 这样它在这个过境的时候直接走国内就不需要经过国外的铁路 大大缩短它的运距也大大提高它的运能 就说您现在它的铁路呢 往西一段要经过这个乌兹别克 南部呢要经过这个图库曼 对对对 这三个国家之间 它一国铁路要穿另外两个国家 才能回到本国这个铁路 对对 它本国铁路自己不互联互通 它必须经过其他借到其他国家 通过现在的这个都上别到库尔干丘别的铁路 把它自己的南段跟中段连接起来了 这样就不用借到其他国家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从它货运来讲省了很多时间 您估计这个时间它能节省多少 这个要节省几天 因为它借到别的国家的时候 它首先要报关 经过土库曼斯坦 基本上要在两天到三天 这样如果说直接在本国铁路修成之后 也就几个小时的事情 几个小时差异就这么大 对对对 加上它本来的这个火车的速度就慢 对对对 要进以后通关耽误的时间 路上花点的时间 对对对 那对经济确实影响很大 对对对 它又比如说一些农产品 比如说硬食的农产品也好 这个蔬菜也好 你如果说借到其他国家再运回来 基本上就就就就不新鲜了 如果咱们说现在修成之后 对他们国家的经济也好 对农业也好 都是一个触动 都是一个拉动 虽然短 这个相当于衬托四两拨千斤 它的意义很重大 对对 它是自己本国不需要借助其他国家 它自己就可能实行国内互通了 至少难断跟中断相连了 也可以说从铁路交通系统来讲 它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独立 对对对对对 就像咱们说的那段公路隧道 由这个隧道修通 他们公路交通 它国家真正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铁路也是这样的情况 是是是是 要不然它是四分五散的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这个瓦牙铁路这段的话 它不仅经济 基础设施方面 对塔吉克斯坦非常重要 就对这个维回国家的 比方说主权完整 经济的这种完整 都是意义巨大的 对于基础设施 普遍落后的中亚国家来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及人口的增长 旧有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 要搭上新思路发展的便车 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要跟得上 如今 这已经成为中亚各国的共识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 近年来 中塔之间的合作愈发紧密 2014年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 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时表示 希望塔坊从中方合作推进 塔吉克斯坦向南的铁路通道建设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塔吉克斯坦现在的平均铁路 运动速度大概是多少 据我了解 现在塔吉克斯坦的铁路运行速度 是每小时20公里 到40公里之间 这在铁路上 这算是 很起步的一个状态 是的 它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包括整个都是 出于刚起步阶段 我记得李克强总理 在会见拉赫蒙总统的时候 提到特意强调了 希望在中国给修建了这段铁路 采用中国标准 那您说中国标准 跟它当地的这个标准 这个具体的这个含义区别在哪里 您像咱们修的这个隧道 包括成建的桥梁 都采用到中国标准 中国的标准 现在咱们采用的是 中国高铁的标准 就是时速能达到200公里以上 完了能运行100年的标准 而当地呢 陆基是当地施工的 当地的施工标准 现在运行的时速呢 是20公里 十分之一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标准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为将来 塔吉克斯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铁路全面升级预留了空间 是 我们就是 为他们将来的提速 以及线路的改造 预留了极大的空间 也就是说咱们国内当时从低速铁路提高到高速铁路 也经历了几次大提速 到目前为止咱们现在国内采用的标准基本上都是时速200公里以上 咱们如果说照这个推算的话 足以够他们未来的发展是十几年 都不会落后 就是说十几年 就是说他将来要把这个铁路 他重新全线要改造升级的话 我们这个桥梁 我们的隧道完全不运动 对对 完全满足它的标准 现在咱们国内的标准 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标准 咱们的高铁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 现在咱们对这条线 采用的标准也是中国的高铁的标准 也就是说再经过几十年都不会落伍 网友